邀总 这张正阳的照片可以给我吗 就拿一张照片怎么够啊 你到底把林董的儿子藏到什么地方了 这是我和他之间的家务事 不需要你来管 林董的事情就是我的事 谁欺负他等于就是欺负我 你再不说出他儿子的下落 不用等你进监狱 我现在先教训你 罗董 邱姐 你也真是的 我想不到你会自甘渡落 跟这种人混在一起 我真庆幸当初没有把正阳交给你 否则正阳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什么这种人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这种人 是哪种人 罗董 我大概给你道歉 对不起 你到底亏空多少 有没有我帮得上忙的地方 你能帮什么忙 你说说看 也许我可以 我不用你帮忙 你已经帮了我大半辈子了 我不想到头来 还得靠你 你现在心里面一定很得意吧 一定在笑我对不对 我没那个意思 没那个意思 没那个意思 为什么我一有事 你马上就带着一个来路不明的男人 一起来嘲笑我 秋军 这二十年来 你就是在寂寞 也不该找 找个这样的男人来凑数 会让人笑话的知道吗 我跟林总是清清白白的 像你这种狼心狗肺的砸碎 是个男人都会瞧不起你 都会替林总教训你 罗董 打 打他 罗董 别打了 你叫他们抖手啊 罗董 你就不要替这种人求情了 打死了 不行啊 他是我丈夫 我说林总 他曾经抛弃过你 还拆散你们母子 你还想帮他 他侮辱过你 哎呀我对我们家狗 都比他对你好 你还把他当成丈夫啊 当年 我答应过药宗的娘 说这辈子 身是高家人 死是高家鬼 我答应过 这辈子 这辈子 一定不会负药宗 无论如何 此生此生此世 绝不改嫁 绝无而兴 虽然要做你代付我 可是我会一直守着我的承诺 因为我答应过 我答应过老夫人 我答应过爹 你听听 他是怎么对你的 你又是怎么对他的 你有没有良心啊你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一头撞死 下辈子 做牛做马 也好好报答这样的太太 我不需要他关心 都给我出去 我让你们出去 要做吗 走就走 你就别再管他的死活了 这种人 不好好受点教训 是不会学乖的 咱们走 姚宗 你想不想进念慈 我知道你们第一次见面 气氛不太好 其实 念慈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你们见上一命 我想 念慈一定会改变 他对你的印象 他这种人 无情无义 是没心没肝的 他连你的儿子都不让见 他怎么会关心自己的女儿呢 他怎么会关心自己的女儿呢 在我身后 妈 你怎么会有哥哥的照片啊 跟你爸要的 你又去见他了 他是不是还是不肯让你见哥 他现在官司缠身 心情也不太好 我想 等他问题都解决的时候 他应该就会愿意 好好跟我谈一谈了 妈 你跟他还谈了些什么 也没法好好说句话 每一次都是不欢二三 那他提到了我吗 我随便问问的 你不用放在心上 那我去点货了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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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